從接到通知以來 就是一直準備要比這個比賽的方式下去做訓練 在秋訓上面有做一些練習的嘗試 那希望就是在這次的東盟 檢視一下我在秋訓當中 所強調的訓練方式在比賽場上 是不是真的能夠發揮出來這樣 說真的一年多沒有上場實戰守備 那當然也是在這個球場上面多找一些感覺 那其實不只守備打擊上面 跑壘上面或是任何體能上面 其實都花蠻多時間去做調整的 就是蠻平均的啦不會說只注重在某方面 攻守跑三端我都還需要去加強 其實沒有特別設定自己特別需要加強什麼 因為在球場上就是一直要不斷的進步 就是不會嫌自己太好啦 對啊 老實說我們還是要必須面對明年一整個球季的比賽 那其實在調整體能上面也是以能夠儲備明年為主 但是技術上面就是調整這次的比賽這樣子 其實在打之前都不會去預設這些啦 就是在練習上面盡可能做到自己百分之百能夠做到的事情 那上了球場就是讓老天爺去安排啦 對啊 我們能夠強調的就是在訓練的過程中 怎麼樣能夠讓自己在比賽上面更能夠入獄得水這樣